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金本 从第122节看起 这个是感应篇的总结 这一段我们在课题里面推本念出第5 复心其余善 善虽畏伪而极神亦岁之 喝心其余了 卧虽畏伪而凶神亦岁之 这两句话 绝对不是劝善的话 决定不是唯言松听的话 是真实的道理 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我们一定要明了 要记住 所谓是 橘头三尺有生命 心是这样的念头 念善 虽然 你还没有做到 你有个善念 你善行 还没有能显现得出来 可是 祝福菩萨 天地神明 已经看到了 一个人 这个 通常讲啊 练气功的 他能看气 在中国也有不少啊 特意功能的 他能看到人光 确确实实 不但是人 任何一个物体 他都有气 他都有光 心善呢 光好 光明显 光的色彩好 过去 过去 有些这些 特意功能的人 告诉我 佛菩萨的光 金色的 金光 黄光 所以一般的 他能看到 辨别 这个人是善人 是悟人 这些 具有特意功能的人 突变的 有一个特色 心地清净 我们也曾经跟他们交谈过 你这个能力 会不会失掉 就会 随着年龄增长 慢慢就失地失掉了 他这个社会上 事情知道太多了 心地被污染了 所以多半有这个能力的人 都是年轻人 二十岁左右 二十岁以前 三十岁以后 就很少了 只要他能保持着清净心 这个能力就能保持 一旦被明文立阳 五欲六成染无 这个能力立刻就丧失 这个道理正确 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禅定三位 所以你能够得定 你能得三位 这个能力是本能 换一句话说 一切众生 各个都有的 我们能力为什么 丧失掉呢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妄想分别职责 把我们的本能丧失掉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英光大死 一生当中 极力提倡 尼奥凡思训 廖凡思训这部书 是叫我们认识英国 神秘性英国 是教我们这个的 断我修善 善我的标准 他老人家为我们提出感应品汇辩 提出安四全书 这三样东西看起来好像都不是佛法 实在讲能救现前的社会 能救众生的灾难 比佛经效果还来的快 还来的显著 为什么呢 佛跟我们讲善我标准是散在许许多多经论里头 你要看很多经论 你才懂得 他这个是把这些叶英国报全部集中起来 你读这一部书等于读了几个部书 尤其是这个汇辩的诸集 在中国讲的如是道 俗说的善我标准全都收集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部好书 对现代人来说 可惜是文字深了一点 虽然 虽然 激烈的 把它简化 简化 毕竟还是文言文 所以我们这次有这么一个缘分 大家在一起做一次研究讨论 研究讨论所取这个柱子 还是极少数 如果这个柱子完全来讲 那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 所以注解很多 我们往往只取一条两条 重点意思 跟大家介绍出来 这是讲啊 我们齐心动念 祝佛菩萨 这天地神明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人 可以欺骗愚昧的众生 不能欺骗佛菩萨 不能欺骗神明 你造的善我业 决定有果报 这个注解一开头 念出心自示人 以善我之机 于人之 井于云头垂 这才是从根本修起 转我为善 要懂得从根源处转 根源是齐心动念 从这个地方转 这是上上成人 纯善之人 彼得祝佛忽念 龙天善神保佑 学佛的人 也知道啊 要断卧修善 往往境界现前 把持不住 还是去坐卧了 这个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是 读经太少啊 佛法 神秀的力量 低不过烦恼吸气 因素在这个地方 所以 佛在根本教学当中 教导我们 读诵大臣 今天要读经了 读经是清净佛菩萨 听佛菩萨教会 啊 我们每一天读感应篇 是清净的 事出世间 大胜大血 这个是超越一个宗教了 啊 我们今天在新加坡 接触九大宗教 九大宗教 九大宗教都是劝人断卧修善 啊 所以 我们 多感应篇 性感应篇 一感应篇来修正自己的 过世 就能够得到九大宗教的神圣 保佑 我们为什么不干 过时 当然有 凡夫嘛 天天忏悔啊 我教同学们 早晨 早阔 对今提醒自己 记住佛菩萨的教会 今天一天 哪些当做的 哪些不当做的 当做不当做 在齐心动念 哪个念头可以起的 哪个念头不可以起的 哪一句话可以说的 哪一句话不可以说的 哪一状事可以做的 哪些事情不能做的 要在这里下功夫啊 真羞啊 真羞啊 夏连局老局司给我们讲的 真干 一定要约束自己 网绝 忏悔 反省 我这一天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有没有违背 圣人的教会 有没有啊 昧着自己的良心 欺骗佛菩萨 欺骗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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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干这样的事情 国报 比一再三途 自己前途 自己晓得 用不着问人 过去有人问过我 我会不会堕地狱 我说你会不会堕地狱 我不知道 你多看看佛经呢 你就晓得了 如果是毁谤三宝破活活生 我就劝他 你去读法奇菩萨书圣 这要紧 你就知道你会不会堕地狱 不必问人 问自己 比什么都清楚 诸节里面 引用佛经书 三界无别法 为师一心作 华阴经上讲的 大臣经上佛常说 社法界一正壮严 一切众生 为心所信 为师所病 是我们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 明白这个道理了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 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 是为自己服务 如果只知道自私自利 把众生遗忘掉了 那是自己害自己 为自己个人自私自利 这是六道轮回的根 本来没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变现出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我讲的很多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的 变现出来的 假如我们没有执着了 轮回就没有了 没有分别了 是法界就没有 四圣法界没有 妄想没有了 一真法界 四十亿个位置没有了 古报是究竟圆满佛 所以六道是三样东西 变现出来的 妄想分别执着 四圣法界 我们讲的声闻 原觉菩萨 舍法界里面的佛 是妄想分别变现的 它没有执着 一真法界 四十亿位发生大四 这四十亿个位置是妄想变的 他们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佛在经上 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佛教导我们 终极的目标 是叫我们证得就近佛果 究竟佛果之正德 最重要的是个认知 观念转变过来 认知什么是四十真相 真实的认知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十四级 你有这个认知 你的慈悲心才真正发出来 大慈大悲 对一切众生 无条件的尊重 无条件的爱护 无条件的协助 自自然然能够 舍己为人 这里都有个大道理在啊 凡夫迷 迷在哪里 不了解四十真相 严重的执着自私自利 走坏了 自私自利 执着到严重的程度 就决定是地狱 能够稍微放宽一点 从地狱出来了 在卧鬼道 出生道 离根死 我们一定要懂啊 这里引用的好啊 又说 能随燃尽云 变造舍法界 这说明舍法界怎么来的 舍法界是随燃尽云而造的 随燃云 仍然是执着 尽私烦恼啊 尽私烦恼 头一个神经 执着深圣 我们一定要舍弃 再也不干这个傻事情了 再过年天 上海那边有个团要来 我们几乎是每一个星期 从外面都有团来 他们打电话问我 想带一点东西给我 我说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说如果你们想带呢 我们这边同学很多 带一点东西供养同学们 我什么都不要了 万云放下了 身心世界事出事法 通通放下 只要有一桩放不下 就是累赘 你往生没把握 通通放下了 往生有把握 随时可以走 随处可以走 你说独自在 这个我们一生没空过 其他全是假的 人与人之间 人与一切众生之间 就是一个预言字 为什么不与众生结善缘呢 为什么给众生结卧缘呢 所以 顺境逆境 善人 我人 决定 不放在心上 一心就行进 善人 我们尊敬 我们尊敬 赞叹 我人 我们尊敬 不赞叹 这个普贤菩萨交给我们 对吧 离境祝福 离命不分善物 通通要离境 啊 决定要尊重 但是赞叹呢 赞叹如来 如来是说善的 啊 与信的相应的 隐形我们赞叹 与信的不相应的 不赞叹 就这么一点点差别 供养 啊 我人我们也要供养他啊 不能不供养啊 平等供养 啊 他有苦难 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帮助他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啊 一律平等对待 啊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啊 这你讲的好啊 做佛 做众生 做天堂 做地狱 都是一念之间 一念山 人做佛了 啊 做天堂 一念屋 做地狱了 所以 舍法界的生成 都在一念之间 啊 这个里头 他又引用 寒山大师一句话 啊 念从其处须看破 四位置识莫忘森 这个两句话说得好啊 真正用功在这用 啊 我念其时 所一刀断绝 啊 在夜更呢 当下小处 妄念 何处暗桌呢 啊 啊 超凡入圣之机 全在于此 啊 这几句话 我们要记住啊 啊 真正修行人 在我们眼前 有榜样 啊 只要我们 一眼更亲近 你就能看见 啊 新加坡大众晓得 许哲俱死 啊 他的这个 这个录像 我们做成了 光碟 啊 诸位同修回去 每个人都带一篇回去 啊 啊 长春 那一边 常会法司 我邀请他来了 啊 他现在正在办手术 我请他到这边念佛堂 给大家做个榜样 啊 他念佛 已经四百多天 没有睡觉了 啊 完全依照 夏林居老居寺 无量 无量寿经 汇集本秀秀 啊 我们看他的行持 最低限度 他得念佛三美 啊 他今年六十五岁 给我打电话 我听他的声音 像三四十岁的人一样 啊 那边同修告诉我 他身体轻飘飘的 啊 他所修的念佛法门 就是 《华严经》 《吉祥云比丘》所传的法门 啊 佛列三美 啊 啊 他是绕佛精心的 啊 没有坐下来 没有躺下来 啊 四百多天 一天吃一餐 那么 身心心 も 不要自欺欺人 这个最重要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